港岸爆发金门水域冲突 中国海警船就屡屡触碰我国水域边界 今年二月底更有三艘中国海警船 首次进入到东部海域 入夜后海巡舰艇发现 中国海警船疑似驶入限制水域 第一时间逼近用广播驱离 危机才解除有媒体报道 中国海警船目的是在东部海域 测试自制的星链系统 中国跟美国SPACX打对台 学者分析在二零二九年时 SPACX预计发射近五万枚卫星 中国则可能达到一万四千枚 卫星数只有美国的大约四分之一 网速成为美中低轨卫星最大的差异点 但完成后有利于战时情报搜集 和解放军士兵间通讯 学者认为中国海警这回进到台湾东部海域 是另有目的 不管中国海警闯入限制水域理由为何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习近平的野心 从科技到军事范畴都不断蠢蠢欲动 三连新闻 张婷下李亚倩台北报道 未经许可,请不吝点赞订阅